有分析认为日本海警船访问越南最终的目的是要向越南出口海警船 那就此问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特别评论员王小鹏 您好王先生 我们知道日本啊有一个武器出口三原则 那么海警船它算不算武器呢 而它又真的能够出口到越南吗 那么较之于亚太区域其他国家的这个海警船或者是这个海宝船来说呢 日制的海警船它的规模比较大 吨位比较大 那么一般在千吨以上 那么有的呢甚至达到六七千吨 所以说以这样的一个规模来说 它应该在其他国家的特别是一些小国的海军当中 可以算作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战舰 再者我们从这个日本海警船的它的这个装备配置来看 它有这个大口径的火炮 另外呢还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 另外还有这个加固的装甲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也把它算作是某种程度上的武器出口的范畴之内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由头 日本如果要对亚太区域 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出口的话 它会用尽一切的办法去这个规避这个海警船上 所谓这种战斗的属性和它武器的这种属性 前几年日本为了规避所谓的出口武器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出口给印度的这个军用飞机上 他说拆除了战斗系统 在出口澳大利亚潜艇问题上 他说只是出口了相关的技术 所以说这次呢 他肯定通过这个一切可能的方式 去尽量的规避所谓这个武器属性的问题 但是这个具体出口能不能够成型 还受制于其他一系列的因素的这种制约 2012年日本就叫嚣所谓要对菲律宾出口海上巡逻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日本一会儿要售一会儿要租一会儿又要送 所以呢 这使得周边的一些南海的国家呢 对于日本的诚信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这也会成为制约日本巡逻船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